欢迎收听今天的 唱并高高 你敢听 我们就敢聊 我是艾文 我是嘉倩 我是这样俊宏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聊朋友 朋友一生一期中 出卖年龄的一首歌 没有我有这个感悟 其实是因为最近 我发现 我真的没有朋友 可是你很多朋友 这就是每个人都对我的一个误解 我们两个不是你朋友吗 同事 我画一个三角星达 没有因为我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前几天 我就去了一个campaign 然后我就在那边 我就玩了一个游戏 它叫做 只剩下20分钟 想象一下 你现在坐在飞机上面 它已经confirm有的旧了 你只有20分钟 你就要写一封遗书给你想要的 然后我写一写去 我只有家人 跟一件朋友吧 那我就没有朋友 我就完全没有想到要写谁 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要写给谁 所以然后 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在想 其实我身边真的是没有朋友到这个程度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很多人就跟我讲 我觉得你的生活很忙 我们不敢救你 是因为我觉得都救不到你 其实这个情况 在我大学的时候 也是有发生过 然后我的朋友 他们是自己有一个group 然后我不在里面的 这个很sit 我也是有啊 在中学 当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很难 我会哭了 就好像你看到你另外一半 然后不小心发现他的秘密 那种很恐惧 然后就很伤心 被背叛 被背叛 对 我中学也是有这种 就这个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霸凌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就是 到了后面我发现这个年龄 随着年龄越来成长 很难交一个朋友 我个人是不会觉得这样子 因为你手续很厉害 我是医人啊 我是I人 我也是I人 你是Iwen啊 人家是ISP 我是Ivan 我最近去年圣诞节 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 然后真的是跟我一个朋友 他拉我去他的朋友群 一起过一个圣诞节 然后一开始我觉得很怕 因为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完全不认识而且 那你也是一个I人啊 没有你可是你当下是恐惧 可是反正我答应你就去咯 然后我发现我一开始只是小小的尴尬 过后就很容易融入了 因为以你的能力来讲 你要社交不是一个问题啊 对 真的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真的可以聊到 就现在聊聊 那当天聊聊了之后 我们还有在联络的那一种 就是我觉得 这样我就交到朋友了啊 相信同样的情况 如果一个朋友请你去一个玩 只有你跟他认识的朋友群聚 然后剩下人你都不认识哦 OK首先我会先拒绝 对 我也是 我也是会先拒绝 我会拒绝 如果他是真的是很好 很好的朋友 OK我就去咯 然后你会快掉快闪的那种 呃我会当一个医人先 哦 我会让自己当一个医人 就是去跟大家物色 跟大家聊天之后 然后OK 我觉得哪一个跟我比较 num key的 嗯 我就去哪一边 哦 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都跟你的signal是对到的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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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就是 很像我老公带我去他的朋友那边 嗯 他一定是有带他的女朋友啊 他的朋友的女朋友那些一般的嘛 OK我就会 没有办法咯 就只有我一个人嘛 我就 sorry 我就餐进去咯 然后餐进去发现哦 有几个是跟你蛮click到的 嗯 这样你就多跟他们讲话咯 嗯 就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什么讲话的话 呃没有讲话的那些人 可能我就 嗯 碰杯 啊 就是表面上跟你社交 啊对对对 因为我 不会太deep 我觉得啦 现在我们 这个年龄层交朋友的话 他已经不会是刻意的 嗯 就是就算你去了一个 你就算去个完全不认识的 一群人的party 你也是会尽量找跟你投缘的人 嗯 可是像我们二十多岁 刚出来社会 我们就想 要去到更多的一个社交场所 或者是去跟其他不同的朋友玩 我就是要尽 尽可能的 交多一点朋友 拿多一点联系 然后 呃之后就 尽量的扩大我的人脉 嗯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哦 我们不会去 特别的要求 讲说 呃 我一定要 我要继续扩大人脉 嗯 就算我觉得 我不 我不buy你 那种事情 我跟你没有 不敢key 嗯 可是我还是要硬硬跟你当朋友 嗯 反正我是觉得 朋友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哦对 我也是觉得 嗯 我现在也是这样觉得啊 就是 click到就click到 click不到就buy 对啊 真的不要勉强 因为真的很 现在很多人哦 有些真的是点头指教啊 你过了这个party 你就不会跟他再联系 OK很正常 嗯 有些人还会继续在你ig 哎 我认为你要去做工啊 你要去哪里 这样很好啊 这样之后你们就会越来越成为朋友啊 就缘分啊 有些人来交朋友的目的性太强了 不会很怕 啊 就是 我前段时间我开始做gym go 有一个很久不见的邻居 是从小玩到大的那种 已经很久没有人路了 他突然间叫 哦 Iran你开始做gym go urban life 哈哈哈哈 他就讲 你平常有 哦你平常 哦你这么开始做gym go 你在哪里做gym go 然后我就 他我就以为只是朋友聊天 这样嘛 然后就开始了 哦 那你平常有喝什么protein啊 哎我跟你讲哦 这款protein很好喝哦 你要去哪里买哦 你给我买我就直接block掉了 哎如果是我哎 我这样子来sales你 可是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可是我觉得 我会 如果是我们一直都在联系的话 会跟他讲我不需要 嗯 因为我觉得很明 很明显的跟你讲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有在喝什么 如果是 Hello 我很久不见的朋友 然后你一进来 你就带着这样强烈的目的性 来靠近我的话 会觉得 很反感 很反感的其实 对很累 因为我有 我有几次哦 就是同一个朋友 到现在我还没有block他啦 嗯 就 你也是讨论一下哦 因为 讲真的 他真的对我 有时候对我还不错 可是他就一直想要赚我的钱 就对了 嗯嗯 就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有讲到啊 我在 我在努力的减肥啊 因为要拍节目什么什么 他就讲 哎你怎样减哦 然后一开始 很像跟你聊天 就哎 给你一些看法 嗯 然后知道你 开始有喝supplement的时候 我这边 他就开始讲 哦这个supplement还不错啊 嗯 嗯 然后我也是有在减肥 你看我减肥要怎么样 就可以开始 拿手机 然后开照片 给我看sample 嗯 这个人也是go on啊 这个什么 嗯 你要不要go on啊 到最后 硬硬推 他就变成直销 就是传销的那种感觉 我就 很可怕 对我就觉得很反感这种东西 嗯 然后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最近也是卖这种supply的东西 可是他是卖头发的 嗯 OK 他就问我 呃你生完baby之后啊 你的头发有没有掉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就讲 OK你给我一支 嗯 我就 因为他也是有来当我的姐妹 哦 你是跟他买是吗 我是跟他买 哦 我就就觉得 OK 就朋友上帮你一次 这个叫应酬 我觉得不算应酬吧 就是我觉得 你是真的有需要吗 我需要啊 哦 那就还好 这样OK 这样就OK 我需要啊 可是我 我没有test过别的牌子 我就讲说 哦 我先try这个 嗯 我就买一支 嗯 我就给 我觉得 适当的跟人家消费 尤其是朋友 对 他很 他很用力在卖他的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朋友也是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对 而且你要 可以给他一点动力我觉得 而且是 嗯 这个情况下 你要跟那个人一直有保持联系的情况下 嗯 你才 你才可以做得出这个东西 而不是 一百年没有联络了 突然间跳出来 哎 怎样怎样 突然间这样的关心 我会觉得很有负担 就算你没有卖我东西 我都会觉得很有负担 因为我跟你不熟 我挨到不行的一个人 突然间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联系 我会不懂要跟他讲什么 但是他又很热情 我会心想 突然来找我 发现我有这样的问题 你上一盏三代给我用这些啦 一叫我卖我钱 他就是 我钱好赚啊 他讲的确蛮好赚 这样你的钱的确蛮好赚 你借你朋友钱拿回来要不要 那拿回来了 最近拿完回来了 一开始 所以我等下请吃饭 你请 没有另外一种 是我其实也个人觉得 我自己是蛮支持朋友的 就好像一直以来都有朋友 一直以来都有联络的朋友啦 他们自己去开档啊 就是去卖冰 好像家用 我们之前访问过的家用 就是他开 他开冰 但就算他在把神 我也会特地下去绷缠他 然后他可能卖其他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朋友的一个支持 前提是我觉得 这个朋友是 值得我这样子做 支持那个是肯定 大家都是不反对的嘛 就是不喜欢 就是你明明没有很需要 然后别人就硬来推你 就是久久不联系 突然联系 就是为了目的 对带着目的性来联系 我觉得很不可取代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 就是突然间 很久不联系的朋友 突然间PM你 我 还是卖保险 还是就是卖 有啊 呃有因为有些他们可能是在 呃 wechat做微商 对 微商 然后他们就讲嗨 然后我讲嗨 我会回复嗨嘛 然后他讲 然后他就开始 发一连串的文给我 我就 我就 他这么直接 他连打招呼跟你聊 哈哈 他是嗨嘛 我反而觉得这样的朋友 我不会讨厌 哦 因为他直接给我看 然后我要我就回复 我不要就 就不回复 可是我未来见到他 我还是会跟他聊天 嗯 因为他减少了我们中间会发生的 就不需要的尴尬 尴尬 还有隔阂 你只是跟我讲 你现在在卖些东西 你要够啊 哎 这只是我这话 这样子讲 我也ok 对啊 你不觉得这样很direct 就是我直接跟你讲 我靠 他就是direct 我就是直接跟你讲 我来认识 我来pn你 就是我有做这个东西 虽然我 我老实讲 他用这样子的做法 来成交率 真的是不高 嗯 因为很多人会看到 就是直接关电话 但是你 也 间接在减少 你 你浪费时间 在不对的客人身上 你不会跟朋友闹不开心 嗯嗯嗯 我觉得说这种微商啊 还是什么 你应该要慢慢的去 看你要用什么方式 去卖这种东西 而不是一直这样子 应销 对对 这种应销方式 真的会让人讨厌 即 嘉倩呢 他很少人跟他去 sell他 嘉倩你有这样的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是有做过 direct sales的 哦 嗯 我做过微商 可是我觉得 我做不起来 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敢 拉不下脸去 一个一个 对 这我也是想过 我就想 我就没有办法的 一个一个去 PM他 可能他不需要 可能他 我觉得我朋友这样子 可能我会没有了 这个朋友 是是是 我也是觉得 我不想拿 我当你是朋友 可是你变成 我的神医人 那他们的上线 就会讲 你真正的朋友 是不会离开你的 对 反正你真正的朋友 是不会 不会不帮你买 对 这样你就当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这样我就没有做 我觉得我 我做不到 对 因为我之前 也是有一个群组 是中学朋友的群组 然后我 我们其实有 大概有八九个人 那有其中一个 他是 比较他自己 他可能他觉得 他比较跟我们 配不上我们 他不懂为什么 他有这样的一个自卑感 可是我们明明 就是一群很好的朋友 他就 一段时间过后 他就不太给我们出来 我们只要吃饭 喝茶 看电影什么 他都不出来的 他就想 你们生活这样子 我觉得 我不想要 或者是觉得 配不上我们 这样子的生活 可是 我是觉得 他觉得跟你们 click不到 对 可是我们一路来 从可能从中学 毕业到现在 都一直有联络 可是你要知道 他说 我忍你很久了 终于可以离开你了 没有就是 当我们有一般 新的一群朋友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 望向后面 你会觉得 好像跟后面的朋友 好像没有很 可以click到了 这样子的感觉 有啦 有些朋友会这样子 可是 让我真正生气的点是 他虽然 一直跟我们讲 一直跟我们讲 我自卑 我跟不上你们的生活节奏 但是他只要一卖东西 他就会 send到我的group 你们要帮我买 这个东西吗 他不只是 send这个group 他是take 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只要一卖东西 他不管是卖什么 IOMAS 他在IOMAS做工 然后有promotion 他就讲 你们要买这个东西吗 跟我买什么 他就会set 一大堆一群group 那有一天我就生气 我就直接把他kick to group 大家就吓到 你怎么把自己做group 我想 这个人没有把我们当朋友 他只是把我们当 他的客户群 好不好 我这个吃其中一 他的group one 就是其中一个有客 有钱在 买消费能力的客户群 你只是他one of的人先 对啊 我就觉得 如果你平常跟我们出来 我帮你买点东西 我觉得OK 但是我每次叫你 怎样出来吃饭 你都不要出来 可是你看啊 我为了出来 就是要跟你们 打好关系 让你们去买我的东西 这样我不是很累 这样你就不要 跟我们收下 这样你就不用 跟我们收下 可是你又一直叫我 所以我后面 后面其实我们 已经放弃他了 就是我们 依然留他在那个group 但是我们不expect 他会出现了的 但是请你不要 把你的生意 带到我们群主 对 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靠一些人人情人脉来做自己的工作生意的话你可以但是前提你要先鞏固好你要去做一些事情去经营你的友情你才可以借一点友情来提升自己的那个销量或者是你那个群就是真的是在卖东西的群啊 对 人家就会得空气去看 对对我觉得你发在那种做生意的群我ok 对 可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很好的朋友吗 就是可能从小学到现在或中学到现在 有有有 还在有联系的朋友吗 有啊有啊 有肯定有 然后我的我的朋友就是 我喜欢那种朋友 就是可能一年我们才会见一次面 嗯 可是见面的时候 可以聊到 你没有隔阂 你不会觉得好像一年没有见很尴尬 对对对对 就是即便他结合了 然后有了孩子他会每年新年的出席晚上他都会叫我 哎来我家啊我们一起啊 熟睡一起吃火锅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每年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习惯 嗯 然后偶尔才久久见面吃面啊 嗯 然后都可以聊很多聊天聊地啊聊不晚这样 哎 我觉得这种朋友很难得 对 就是真的click的来 然后经过大家已经出来社会这样多年了 然后经过大家每个都会变化的同时 但是回到那一个环境的时候 大家还是一个文化 很好的关系 对啊 对啊我们就会抛下我们自己的title 自己的事业 嗯 就是纯了我们的生活 对 聊他的孩子啊 聊他走心啊 对啊 我身边又来一多人结合 可是你看啊 我我我有一 gang朋友 我们有五个人啊 然后呃 最近加了一个 嗯 然后呃 就是里面呢 有一个人呢 他其实是比较安静的 嗯 然后他也不会参 参了我们讲人家的呃 不好不好不好 还是讲人家 他不会讲人家八卦 啊对 他不会讲人家八卦 然后我也会讲人家八卦 你是啊 那是我们一起的 你不要诋毁我 其实讲八卦真的是巩固优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对不对 一群一群人为什么会这样close 因为有一个一起讨厌一个人啊 我们可以攻击一个人啊 对可是可是那我们五个 那就是呢 有一个一个人哦 他就是不怎么爱讲别人的 嗯 然后他也没有很会表达他自己 嗯 他我觉得他不是不会表达自己 他是不想要表达他自己 嗯 所以我们几个人其实都有误会他 嗯 就是讲说既然你这样 我们会觉得他不喜欢我们 可是 其实他没有 然后偏偏他又会出现那种 哦 嗯 我们会觉得既然你都不喜欢这样你才出现做什么 不然我们就把你踢出去哦 嗯 然后 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比较好 嗯 他是算是里面五个里面的大姐大这样子的 嗯 就是他是立着我们的 嗯 OK 然后他就去找他聊哦 他就讲说 他其实 他其实没有恶意的 嗯 他就是不怎么喜欢就是参别人 聊别人的事情这样子 嗯 他也没有很爱聊他自己的事情 他只是喜欢听 啊 他就听 可是他又很关心我们 嗯嗯嗯嗯 他关心到他不会表达出来 他就是跟那个朋友讲吧 很像最近我怀孕 我怀孕什么孩子了吗 我生日 嗯 他就讲说 呃 这样嘉倩要不要带他出来哦 那宝宝我们可以帮他看一下这样子 哦 他比较实质性的行动 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是爱人的哟 他是有 哈哈哈 他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他就讲说 呃 这样子不要啦 我们去他家啊 我们打包去他家里吃啊 哦 然后呃 就baby又不用什么感染到什么一些 啊 西菌啊 什么这样子 他又 他做饶王的你知道吗 哇 他做饶王来 来我这边你知道 两个小时 要很远哦 很远很远 可是他很愿意去charras 载他的朋友 就是载我们其中一个朋友 然后载过来我这边 哦 哎 我也是这样的人耶 如果是心血来潮 真的要去一个朋友家 嗯嗯 我可以去东了 然后再去南 嗯 就是嗯 他是那种 行动派的朋友 有点默默的 默默付出心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 有点误会哦 OK他算了啦 哈哈哈 只是在家一位关系过你 所以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讲嘛 日久见人心啊 嗯 如果是讲到今天这个话题哦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近几年 我在我朋友里面当中 发生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的 一个朋友群的故事 就是 呃 我们 有 在前两年 我就有参与一个新的朋友 然后那 那一群朋友都还蛮不错 嗯 然后就有一个 呃 金牛座的朋友 我就用这个代表来 他叫金牛男 金牛男 他就是一个 进来 呃 加入我们这个朋友群之后呢 我们觉得他这个 这个人他还蛮不错哦 嗯 有一点样子 嗯 小帅 然后可爱 嗯 然后大家都很 很迁就他 很让他 然后他就会 得空得空就跟我们大吐苦水 特别是跟我讲 就是一些 生活上 生活上不好的事情 就偶尔我们一起去 唱歌嘛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唱歌 他突然会在 在我旁边就跟我讲 最红 我很累耶 我心情不好 我就很堵拦 哈哈哈哈 OK OK 你有什么 有心事跟我讲 OK 我帮你解决 我当你的垃圾桶咯 嗯 我就停咯 然后讲 你知道吗 就是呃 我 有另外一群朋友哦 又不好啊 这个工作又不好啊 我那个朋友又不理我啊 又又又 这个对我不好 他散发负能量 他很爱散发负能量 嗯 然后我们讲 没有关系啊 我们有我们在啊 你跟我们出来玩 就好好的 尽心的玩 丢掉你的压力就好 嗯 然后OK 开导了 第二次 还是在唱歌的时候 君宏 我很压力耶 OK 他就是一直 动不动就希望 人家关注到他的人 Attention Seeker 他真的是 Attention Seeker 这个金牛 金牛小弟 然后呃 我就有 又一直 很耐心的 开导他 然后只到 只到有一天晚上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 没有约到他嘛 他可能 那时候忘记为什么 他没有约到他 他在别人的群里 就讲你们没有约到他 What the fuck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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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呃 我们就有 突然就聊起 这个金牛小朋友 嗯 就他的状况 哎 你也这样觉得啊 嗯 大家都这样觉得 很多人都被他 泼过负能量 哦 然后呃 然后有提过他讲 他最大的一个不安全感 是因为很多人 不给他关注 就讲说 他从以前中学到大学 都加入不到一个 他想要的朋友群里面 他心之所向的一个朋友群 对我就讲 为什么会加入不到 我们这边大家都很关心他 嗯 都给他很多power啊 他想要大家围着他 对 他想要的是一个核心 啊 他想要成为整个group的中心 对 我就讲 如果一个朋友群里面 真正成熟朋友群是没有这个的 没有 真正的核心只是好友 嗯 而不是会独自围绕一个人在赚 对 可能他就是要lead的那一个 对 我就讲他不可能 他以这样的状况 你没有这样子的朋友群啊 对我们不是工作群耶 而且lead的不是你要就可以了 对啊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变成 这个朋友群变成围着你赚的朋友群 对 然后lead的 是不可以经常三发负能量的 对 大家不喜欢 对 是然后有一次我爆发的 我真正爆发原因是因为 呃我的朋友约几个人去过呃万圣节 嗯 然后就有叫到他 然后叫他了 然后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时间还很远 大家没有敲定时间 嗯 到最后很像是少通知他漏了 或者是跟他讲了 他没有及时恢复到 最后他就没有出席到那一个活动 嗯 然后呢 我那时候中covid我一个人在家 嗯 我就看他做梦又在ig上写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黑色 然后赢肉然后摆设置这个小子 然后我就 我就去关心他 反倒我没有事做 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讲了那一个状况 我清楚这件事情啊 他就 我们都有叫到你啊 嗯 然后是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嗯 然后他就一直还是继续翻波 这样 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在意我 讲这种话 我就直接很生气了 啊 你要有一个人在意里除非你是有怎样怎样的一个条件 你是核心吗 你有正能量吗 你有知道我们学习的地方吗 你有知道我们看齐的地方吗 你有知道我们争取的东西吗 你完全没有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骂他哦 他他我觉得他会有一点小忧郁耶 我不理 因为你 太多次了 因为我就讲说 因为你这样的状况 你知道你破了很多负能量给大家 我们都是人 我们交朋友是因为我们想要在朋友身上得到开心的事情 我们在你身上得不到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呢 你要想一下 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多事 从你第一个朋友圈到第二个朋友圈 到现在我们这个朋友圈 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对所以我就很严厉的这样子 就开炮了一轮过后 我要把这件事情跟我其他朋友讲 他们全部都吓到 拍手 然后都是觉得 对应该要这样子讲 其实是不算是 他算是典型他这个人吧 是 至于他是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控制 对我觉得朋友 朋友交朋友的情况下 你不应该有一个先设想 你到底会不会成为这个team的核心人 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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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抱着这个目标去交朋友 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 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attention seeker 结果你现在还有跟那个人联系 呃 就偶尔IG会互like 可是不会再对 嗨嗨朋友啊 变成 没有 互like朋友啊 没有嗨朋友吧 因为我们那一群朋友都很少见面了 很少约 可能大家也是因为工作慢慢疏远了彼此 然后可是对我来讲我也没有心痛啊 因为我还是有跟一两个孩子继续来往 因为我以前的我会觉得一个好的朋友圈突然间没有了 嗯 我会觉得很伤心 嗯 然后可是现在的我一个好的朋友圈突然间没有了 你会知道嗯 因为你也在成长 你也在忙 嗯 别人也会有自己的路要走 嗯 我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纠结 嗯 善就善吧 如果有缘的话 圆就会相聚 我们还会再回来 对 偶尔就是可能你要做东 你就会讲 就我们不会这么执着在于要交多少位朋友 对 对 我觉得朋友很难得 就是最后最后留在你身边那几个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觉得 嗯 就是很像他讲的 就是我们隔了一段时间出来喝茶聊天 还是很好 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像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个失去啊 你会觉得很遗憾的朋友 我自己因为我就是同一根中学朋友 那时候我在玩那个写遗书的那个游戏的时候 我是讲到他们我是酷的那种 就是一边掉一边掉了一边写 那我念给他们的时候 我是真的是酷出来的那种 我就觉得我人 因为我们的朋友是好到 大家的父母都知道彼此 嗯 然后是从小学看到我们出来长大 每次还会去人家家拜年 然后他们随结婚会要请我妈妈 他们随随随结婚会要请对方的爸爸妈 就是这种好到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其他朋友不是讲我不在乎 我只能讲我慷慨 嗯 可是如果这一根朋友如果突然间 不联络了 或者是少联络 越来越少联络的话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人生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我持续我们 做了很多年的一个必须要出席的环节 就是圣诞交换礼物 这是我们不管你怎么忙都好 除非是到了last day你不能 不然我们一定要出席这个环节 就是一年一次 就是新年或者是圣诞节 我们一定要聚在一起 我觉得不维持这个东西的话啦 感觉 会很容易闪 嗯 我觉得这是 一定要做的东西 这样你很不想要失去这几位朋友 嗯 他们对我来讲是 可以说是在家人之后的一群人 嗯 就是很好的一群朋友 你们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是有啊 就是很像我那时候怀孕嘛 嗯 我没有 我是想说 三个月过后才跟人家讲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到我生日 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 我们都会有帮他们庆祝这样子 嗯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冷漠 嗯 我就很累啊 我就一直吐 然后我就 我就爱回不回 爱回不回这样 可是我不是不在乎这个东西 嗯 然后 我的朋友他就写了 他就看到 我的老公post了 什么 节 总之不懂是结婚还是有baby的 求婚的照片啊 求婚的照片 他就问我 为什么别人 呃 先在我们的一个大学群里面 讲说就是祝我 就是新婚快乐 嗯 为什么不是他们先 哦 他们不是第一手消息 啊 为什么他们不是第一手消息 他就问我 嗯 我就讲说 这个照片不是我post的 是我老公post的 嗯 然后他讲 为什么你不会提前跟我们讲说 你有 这个事情发生 嗯 然后我就感 其实 哎 我过后还是有个人讲说 我怀孕了什么 我需要很长 我也是哭着 哭着打 嗯 我就 我已经很辛苦了 你看我 我也是 我那种友谊 然后我要哭着打 这样子 嗯 可是这个他还是理解啦 我就想说 嗯 原来这个朋友 对我来讲 真的是这么重要 嗯 就是 就是你几累 我都要跟你解释 对对 即使 即使我很累 我一直在吐 我还是想说 嗯 OK 我要把我们的友谊稳固 稳固先 我要先就是跟你讲说 什么情况发生 这样子 嗯 他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很生气 嗯 是我也会很生气 因为我们 我们大概有八年的朋友 我们从大学到现在八年 嗯 就是每每一次生日 每个人的生日 我们都会一起聚会 然后刚好 那个时候是我生日 嗯 的前几天 嗯 然后我就 我老公 他就跟我 求婚 嗯 那个时候 他们也在安排着 讲讲说 要带我去哪里 庆祝我的生日 这样子 可是我就 没有爱理不理 这样子 嗯 嗯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生气 其实我也是一个 会刺朋友处的人 哦 我也会啊 就是有 有一个 很好的brother 他一有女朋友 过后他比较是 重色情有 对 他就 把很多时间 会留给他朋友 女朋友的人 那时候还是女朋友 现在是老婆 然后有一次就在 group 里面发表 我就说 我们约你 多少 多少 多少个礼拜前的事情 你可以因为你老婆 你的女朋友 突然也接有事情 你就可以放我们飞机 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女朋友可能只是要你去帮他做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不不急着那天要做的 为什么你可以 因为他要你现在做 然后你就放了我们越好的越好的那个局 你就这样子放我们飞机 你不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把时间抽出来给对方 可是你不 我不觉得你有珍惜我们这次的聚会 可是你要知道 跟他过下半辈子的不是你哦 是他老婆 你又知道你这个跟你的老婆永远会过一辈子 如果他不把握 这样就不已经是不是了 所以你不觉得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把 朋友 我觉得朋友才是可以过一辈子的 有些爱情 我觉得他是没有女朋友 所以才这样讲话 不是 因为有时候你不去 朋友是 除非你真的是吵架到那种 真的是屌臭的那种 其实朋友很多时候是你要的时候 他会住宅 就是朋友你要的话 他会存在 但是如果是女朋友 不是说不重要 只是我觉得你要分群众 女朋友可能分分钟 他会跟你分手啊 对啊 就算女朋友也会分手 老婆离婚现在也不多 也不少啊 每个人会离婚 我觉得啊 这一句话是我今天这一集Podcast 听到最震撼的一句话 朋友才是跟你过一生的人 对 我觉得家人跟朋友才是觉得 你这一辈子 不是只有女朋友 应该是讲 不是只有女朋友 会陪你过一生的人 你不能把你的重心 全部放在你的另一半身上 老婆咧 老婆也不算 其实我不觉得 那个人你结婚了 就代表那个人 还没有我们三观 不是很真啊 不是 因为我不觉得 没有不跟人这样讲 因为这是Ivan先处境的想法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就算我另一半都好 朋友还是很重要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朋友重要啊 但是如果你每次 因为你的另一半 所以你把你朋友 放在后面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对 这样如果二选一 等你有另外一半了 你已经结婚了 我要看什么情况 你会选朋友 还是选你的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啊 陪你到老啊 你有什么事情 你生病了 是谁照顾你 是不是你另外一半照顾你 你的老朋友会照顾你 我不信咯 你又确定 你第一半会照顾你 而不是吃掉你的财产 这样你觉得 你的朋友 大家我们不要吵极啊 不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 大家好像把 另一半 我觉得Ivan讲的有他的道理 然后嘉倩的那个道理 我是跟嘉倩占一个统线 对 Ivan讲的那个道理是没有错 是因为 我有看过有一个朋友 他真的在我面前忏悔 忏悔是讲说 那时候他 对啊 真的太在乎女朋友 结果女朋友一 跟他分手 后发现身边没有朋友了 对 我是这个point 我不是讲说 你不可以把朋友 就是一定要把老婆 放在地位是不好 我不是这样子 我就是觉得 要balance 要balance 就是我约好你 如果不是大只 重要大件事 你就把我们的集学也好 把你的朋友的事 把你另一半的事情 只是你朋友 可是你要知道 很像我们这种人 就是有了家庭的 ok 或者是没有家庭 有另外一半都好 你会偏向于另外一半 多一点的 你明白吗 但是大家不要过度放轻 就是ok 我的朋友跟我的男朋友 同时 就是可能 你提早了两天约我 然后我的男朋友 他在当下约我 这样我会觉得 ok 我跟我 我跟我的男朋友一起 我们真的三观不合 我会生气 我听到这个 我会生气 可是我是偶尔 我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 为什么 当 我有一个好brother 他突然有了女朋友之后 我会有 那一个失落的感觉 是因为 ok 你找到了另一半 你们两个有共同的精神寄托了 一开始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们互相是分享精神寄托的人 当我跟你在也没有精神寄托的时候 那我精神寄托怎么办 我一个人必须自己教话 我也被忽略了 对啊 我的平常的生活 由你一起填满 我也没有了 对啊 我就算要理解 可是我心里还是会很难过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就不能够完全抛弃了 如果是讲 现在大家在学习的话 嗯 就你有了另一半 你要朋友提前跟你约好了 嗯 他明白你有女朋友 对 你另一半 他提前跟你约好了 你已经答应了 这样 就是否能够遵守回约定 而不是因为另一半 除非是那种大件事 你的另一半进医院啊 或者是他突然间跌倒 这种意外不要讲啊 就算普通的一些小事 你敢敢死 你跟我讲 哦 因为他要我陪他去这个地方 他要我载他去 如果他不去 他就跟我分手 怎么办 哎 如果我的男朋友是讲 哦 要去见他宝宝妈妈 这样是不是大件事 是啦 这种是大件事啦 OK 我明白哦 OK 你的小件 你的大 你觉得他的大件事 或者是 哦 要把他当司机 哦 他就是讲 哦 我女朋友讲哦 他不方便驾车 所以要我载他去这个地方 所以我不可以跟你们吃饭 哦 这样子我也 我也觉得会 我也觉得这个 而且不是一两次 没有格卡妹啊 对啊 因为他就是那种女朋友 要把他细心照顾到 不可以给他自己一个人 面临任何危险的人 但如果是作为你的朋友 他是这样子的话 你会跟他绝交吗 以前 以前我真的会跟他 在group里面大吵 大吵到 然后下面 我也不会跟他见面 我就跟他讲 你们要约他 就不要约我 你约我 你不要约他 你们自己选 哎 不然你小气 以前 以前 现在我就觉得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就变临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最近交了男朋友过后 以前我们晚上 他对方会讲 今后我要跟你了解 我的工作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硬要我跟他讲电话 讲一两个小时 OK好 讲完了 我就继续做我的东西 就三不五时 就会一直讯息 一直打电话 然后他交了男朋友过后 他音讯全无 很讨厌这种人哦 然后 然后他就偶尔在IG就发文 我就看他的IG 全部是他刚男朋友 还有小猫的照片 这样子 我就觉得 我一开始是吃醋的 过后就讲 算了吧 世界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 然后等他 等他被喝的时候 你就好好都嘲笑他一轮吧 怎么想起我了吗 我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他我跟他认识虽然不久 可是他交换换男朋友次数蛮多 然后有一有其中一人 海经被喝了很多次 然后还有其中一人 海经习惯了 还是我介绍给他的 然后就闹得也不愉快 然后就一直在跟我诉苦诉苦诉苦 我就觉得OKOKOK 然后之后 之后又是遇到醒了一个这样子 他还是这样子 我就知道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就理解 我能够理解 对 我身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好友 但我能做什么 我不能做什么 就是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对 因为在我这几年学习到的是 这 真正的好友 就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需要 他就会在你旁边 对 你需要毫无保留的帮助他 支持他 那个才是好友 因为他一样会这样子对回你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时候 对 这个也是我之后 以前我真的会生气 然后会吵架 现在我真的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的人 I don't care 然后我就是OK 不用紧 你对于我来讲 对你 对你来讲 我是多少的牌 我的心 在你心目中是多少牌位 这样你不要expect我以后 对你会跟别人一样重要 我是这样子的想法 就你怎样对我 我就怎样对你 既然你觉得我不太重要 你可以随时放我飞机的人的话 这样以后我什么事情 他吃朋友吃吃到很严重的那种 我不可以放Ivan飞机 人家会放我 没有 因为你对我来讲不重要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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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觉得是以后你会慷慨 以前你比较纠结 因为你觉得那时候对你来讲朋友圈就是全世界 但是现在你慢慢你会觉得你会觉得整个世界其实不是只有他 对 你会觉得 你不觉得培养一个朋友圈就好像培养一个感情一样 对啊 就好像在玩养育游戏 对你不能完全把重心放在一个地方 对对 人家人家不是很care你的时候 对 你又担心 怎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东西 对 其实人家只是不得共care你而已 对 他只是用新鲜的东西信着他而已 对 对 等到他分手啊 等到他那个新鲜的东西一直验了啊 他就讲 他就会回来找你 我后面还有最后一位朋友 你知道我的 就我知道我这几年交的朋友很多都是一阵子很要好 一阵子就比较淡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不会因为淡而跟他的关系不好 就淡的时候偶尔再见面的时候还是会回想起 以前哇你之前对我很好 就我之前有一个姐姐 就是朋友啦 我把他当姐姐看 真的是在我刚刚来KL的时候 我好像有听过你这个故事 对他一直散布我说请我吃饭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你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 对他就叫我 你出车啦 你来载我 我带你去 我们去KLCC那边 我去他们这么好 小费很贵 我请你吃饭啦 因为我很想吃北京烤鸭嘞 我想要吃那个鸭子嘞 然后我一个人吃不完 然后真的 一轮饭都是四五百块都是他在买单 我那时候就很生意一个 像你跟那个姐姐还有联络 他最近生小孩了 然后我只看过他一只小孩 然后之后因为我也很忙 然后我就会 text啦 text啦 然后就IG他 讲 哎宝贝很可爱 我下次要来找你怎么做 就是磕刀一下 就是尽量用这种小小的维持 然后因为我真的是希望 以后我有时间了 我会继续找回他 因为我想要请回他吃饭 算是一个恩人这样的存在 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两个感情真的很好 活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大了 就会慢慢慷慨的一个事情了 就以前的世界很害羞 以前真的会纠结啦 一个好朋友会不纠结 我跟你讲 我现在想刚刚加签了一句 他讲我把我会跟我男朋友出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火山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还是会火山 但是我会觉得 OK不用紧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就发现 你确定如果你以后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 我今天我女朋友生病 我必须cancel掉自己的focus 我不觉得 我会跟他讲清楚 你注定分手吧 来啦 互相伤害 来 来 是啦是啦 结婚大完啦 好啦 大家你们会觉得 最近这几年来 你们的交朋友的情况会越来越难吗 还是你有什么奇葩的朋友 对对 我也是听过 很多很奇葩的故事 我觉得可以录一集 我真的是太多朋友很奇葩 这样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的 希望大家交友顺利啦 嗯 就算没有交到新朋友啦 维持现在的朋友顺利 很重要 可以 然后不要抽Attention Seeker 真的 大家交朋友 目的只是为了开心 嗯 如果你是真的有目的的话 尽量哦 掩饰你的目的 也不想要掩饰 不要太明显好了 可是你的目的是 在大家需要的前提下 嗯 他觉得你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他 你们两个click 嗯 OK 而不是硬推你的目的给人家接受 所以真的会造成人家的负担 你交友体验也不好 嗯 yes 不过真的是 不要经常把负能量散发在你朋友身上 太可怕了 我不能 以前我是很像你这样的IG放黑 嗯 然后写下 不是我 是我看过人家 噢 sorry 我以前有试过哦 就是整片黑黑 那你应该是经常看吧 对 我的以前 有有有发现啦 因为 因为我发 我看别人放黑或者写负能量的东西 我看了之后我会读 哦 你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很像八卦 哈哈 然后可是当我自己发的时候 我发了两个小时 噢 我不想删掉 对对 我也是这样 我会发了一段时间 哎 算了啦 就是你了解放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想要给别人看 可是又不想给人家八卦 对对对对 就是觉得自己很裸露 你不想被人家查鱼饭 但很直直点 是 然后你会觉得人家好像 因为我军红剑纸啊 然后又觉得好像 哈哈哈哈 我知道那个事情 I know it 不过你们有close friend 你们会setclose friend的习惯吗 就是poIG的时候 很少耶 我是有setclose friend 但是我很少放close friend 不会经常 我在你们close friend 你觉得呢 好咯 OK咯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哈哈哈哈 朱取其辱的一个ending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是Ivan 我是蒋昌 我是蒋昌 我是蒋昌君宏 我们下一集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